我剛剛一直在請教說 這一塊 我覺得剛剛捷運局分析的有道理 因為這邊有四種可能 有地無地 或者是有屋沒有地 這一塊剛剛捷運局也舉出松山案例 所以如果就現階段來講 這個是必要的出入口 這一塊我剛剛一直請教說 是徵收還是土開 可是你們這邊是寫土開 對嘛 對嘛 那就不一樣 因為徵收 一般民眾當然是不願意徵收 可是如果你土開至少要有機會轉圜 好嘛 這是要確認第一點 我們三個基地都土開 是嘛 是嘛 我剛剛在問這個 那徵收當然是不一樣 所以聽起來 就是說 假設這一塊因為牽涉到 錯綜複雜的 私地主的部分 我並不反對說 就把它先割除 割除的意思是說 其實這個時候 剛剛民眾也有人提到 就是說 地主之間怎麼樣來跟這一些 四種的可能性 王貴寅剛剛也講了 有些可能是第二次第三次接手 第二次接手 或第三次接手 的確他或許已經知道說 原來的這個防務有問題 當然這部分我們就不再 都會討論 所以如果說這一塊的確是土開 用那個聯合開發的方式 那地主他們同意嗎 這這塊的地主 還是有反對的意見 但是就是說 因為我們按照 因為我剛剛特別強調 我這不是毒根 我這是其實基本上 我是 我必要的設施 基本上 我可以用徵收 但是我們認為是說 徵收對民眾的 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們才說 最小範圍的開發 因為其實它下面都已經 捷印色都佔滿 甚至我用到旁邊的這個項目 所以這個部分變成說 但是 我們還是後面當然要 因為按照程序還要是跟 跟這個民眾在做 在後續階段 在 都委會還要再協議架構 然後參與開發 那個部分 每一個階段都要跟民眾 充分溝通通 那再來就是 截略的部分 剛剛當然啦 張委員是說這個容積的部分 我其實是 各位應該也知道啦 內政部 對於所謂的 台北市的一片換一片 其實有不同的看法 不過因為後來台北市是用專案 專案的意思是說 因為這是一個 歷史工業 本來其實 大家都沒有去 所謂的做 容積跟鑑壁的管理 所以這個其實 是專案報道行政院 我個人覺得容積其實真的 如果你一直 無限制的放股 訪問如果 容積的部分 還沒有算到我們的容積鑑壁 所以 這個部分是因為專案的情況 所以才有一瓶換一瓶 我個人其實是免為接受 那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解惡這一塊 就是說 剛剛的確 張文倒是提醒一點 就是所謂的法庭 這部分 其實 這個計測的部分 其實 以前在信義計畫區這一塊 就是說 原來法庭是要 百分之百 後來嗆到 百分之七十 後來因為是階段性 就百分八十 這個意思 就的確說 因為假設捷運通社之後 他應該理論上 我就應該去鼓勵 轉秤公共運輸 或者是台北市 U-Bike 我其實個人也是 已經很久沒有開始 因為台北市 其實U-Bike很棒 然後又有捷運 所以現在都是用捷運轉 這個U-Bike 或者是公車 甚至是BMW 各位都知道 所以我覺得 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檢討說 一定要這個方式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 或許就可以 部分更能夠提高 原來達到 所謂一瓶換一瓶的目標跟影響 聽起來這個R3的結的部分 假設整塊基地納進來 那相對 聽起來是比較 因為回到 滿足民眾的想法 那其實最大的根源 都是沒辦法達到 所謂的 理想中的一瓶換一瓶 不過剛剛張文講的 沒有錯 的確 因為一方面 是中央有補助我們台北市 所以用全國的 納稅人的錢來譽阻 當然台北市也出了一半 也是 負擔也很重 可是如果 就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變成是整個 臺北市的發展 然後我覺得做一個 進步的一個國家的首都 其實這個捷運 最好能夠越通越好 提前 沒有一個進步的國家 沒有一個方便的路 所以我 從這個角度來看 是應該去鼓勵說 真的到這邊 甚至以後的路 後續再談 可是如果是這樣的方式 恐怕後續 假設是通過的話 後續開發 還是要 可能要這個 不是只有捷運局 就是跟民眾在溝通的時候 還是要去跟他講這個情況 因為如果你 退到一萬 退回到最後的 甚至我以前提過說 那如果 不要的話 剛才能不能單邊 可是很多人講說 其實它是雙邊 對整個 不管是建設 還是交通的方便性都會比較好 所以還是比較從雙邊 因為木柵線都是單邊 所以其實很大 很明顯的差點 所以這部分其實就是一個取捨跟權衡的部分 那司法的部分 這個假設我們工部門能夠先率先做 有方便的一些 我相信 後面那些 其實他試的部分可以透過都更 或透過合建的方式 那回過頭來 剛剛我們那個政委員在問的就是說 我們現階段都不會先到都更的講義的問題 所以 比較容易去落實說 馬上就可以 比現況 雖然不是建能滿意百分之百 可是至少會比 一看各位想起來 這是交通的運輸的方便跟發達 他這樣子的彌補的過來 你覺得他搞不好是一坪 搞不好只有一個單位 你現在如果半坪 搞不好是三個單位的 這樣子的角度來看 他其實就他的市場的價值來講 或許還是有可以了解的地方 所以這部分後面其實是溝通的過程 比較多 結果就目前三個 或是替代方法來講 看起來是比原來的方向 是更符合這個大部分 謝謝